好说 新北市三重今天下午一点多的时候发生 火警有一间接待中心的样品屋起火燃烧 现场浓烟飘散 火势也是不断从屋内窜出 由于现场是木造的样品屋 火势是越烧越猛烈 整间屋子几乎是被大火给吞噬 警方人员获报之后赶到现场 整间样品屋是几乎被烧毁的情况 虽然旁边呢 有停车场不过警销人员情况评估 确认不会延烧到其他的建筑物 因此就在现场出水抢救 直到两点多顺利扑灭火势 现场燃烧的面积大约是200平方公尺 疑似是因为样品屋外的杂草堆 忽然起火 导致这一层楼的木造样品屋是被烧毁 不过还好是没有人手困受伤 不过起火的原因还要厘清 因为杂草堆怎么会忽然起火 担心是有可能是人为的因素 警方还要进步调查 以上就是内 请支持一个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扩大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并开启通知小铃铛